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续战之前 巴沙尔坚持与美邦对抗 而沪尔的一级多个反对派军由美邦做后援 因此 曾经叙利亚岌岌岌可危 然而就在俄军介入后 俄续一正式创建反媒体翻销联盟 随后一路推进将叛军势力基本消灭干净 据悉 在叙利亚南方失地被收复后 五角大老百思不得其解 派人在大马市隔一处集会地点 预设窃听起 窃听巴沙尔 和是军方高层之间的谈话 希望扩解续身战斗力突然飙升背后的真相 消息人士称 美邦在此次窃听巴沙尔谈话时 出现了一次意外 集会结束后 巴沙尔对妻子说 余生将接近全力帮助续利亚地肯改善生活 救助因战争造成的受害者 监狱续媒称 上月月底巴沙尔公开声称 目前叙利亚还得完全得到解放 不过 战后重建工作 不能过于依赖他国 叙利亚人民完全有能力重建家园 对此充满信心 谈到当前是北部反对武装问题 巴沙尔坦言解决途径有两个 首先为双方达沙和解 其次通过武力将反对分子一网打尽 当然最终的目的被武力收复全部失地 据悉 当时负责监听的有一个美军少尉拉姆 当听到巴沙尔与妻子的对话后 少尉当场羞愧的红了脸 拉姆认为巴沙尔与 西方国家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并非只是为了自己的统治 而是真心实意为叙利亚民众着想 拉姆认为西方的宣传务导的受众 他本人此后坚决离开了叙利亚 拒绝再返回叙利亚 并成为了一名反战人士 其实早在2000年巴沙尔上台之后 曾一度支持并亲自西方 不过随着叙利亚危机出现后 巴沙尔还发现 西方国家完全靠不住 甚至还一味的火上浇油 因此在巴沙尔果断投入俄罗斯怀抱 才保住岌岌可危的局势 事实上 西方国家一直都以利益为重 为了利益甚至不惜诋毁 或者出卖自己的盟友 南斯拉夫与叙利亚 就是最大的两个受害者 1992年经历政治冲突与动荡之后 存在了47年的南斯拉夫 终于土崩瓦解 随后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开始面临无止境的伤痛与动乱 这其中西方国家的诋毁 以及援助 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今 叙利亚又遭遇同样的困境 被西方国家各种诋毁与制裁 比如通力与白头盔 在叙利亚内从事各种武装活动 并嫁祸与续军 然而在俄军强世界入后 叙利亚的命运与南斯拉夫将有大不同 就目前形势而言 等待叙利亚的僵势和平与解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춤绕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祥琴 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阔省超卧力的 Beginning France 如果人的确度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视频越南老师 分 ła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